在剛剛最新的投票結果出爐了 這個是在立法院長的部分 韓國瑜以54票 那當然就國民黨這邊呢 是票票入軌的情況 剛選了立法院長 好 這在今天立法院的一個最新消息 那當然整個過程當中呢 我們等一會兒會花一點篇幅 和時間跟大家分析討論 先歡迎介紹今天的節目來賓 漢廷要不要帶主持一下 這有點辛苦 我說大家的耳朵很辛苦 辛苦啊 對 好 現在歡迎這個侯漢廷 大家好 郭政良亮哥 大家好 台北市議員劉采薇 大家好 我們就來看到今天整個早上的這個新國會 一開張 我說了驚心動魄 而且非常的有看頭 整體來說呢就是 投票 開票 投票嗎 不算了 廢票好不好 廢票認定 好 那主要是今天呢 是第11屆新任的立委報到就職 那從上午10點半就開始要選出 新任的立法院長 藍綠白三黨 韓國瑜 游錫坤 黃珊珊 角逐 那麼當然 三黨都有立委亮票的動作 我們看到其實在整個的 因為有進行兩輪投票 到了第二輪投票 因為是民眾黨整個棄權沒有參與 可是第一輪投票結果是這個樣子 五四藍維沒有問題嘛 五十二的國民黨兩席五黨籍 五十一票 民眾 民進黨的票也是票票入軌 問題在這裡 好 黃珊珊應該要有八票的 結果變成了七票 那一票怎麼回事 原來是我們看到在現場呢 這一票有嗚字 好 說要蓋給黃珊珊的 在這邊這邊 其實上面其實你看得出來是蓋給他啊 一個印子 但是污染到隔壁的陳勤輝這邊 有髒污 所以當時在台上這個陳廷飛呢 就在那邊洗洗洗洗洗洗 那就是因為這個陳廷輝的藍位上面 出現了紅色印尼 所以陳廷飛主張 這張選票應該要被視為廢票 但是呢 林文成就說選票上的圓戳明顯是蓋在這裡 黃珊珊上 旁邊的污點可以判斷不是蓄意做記號 兩個監票委員認為是有效票 但民進黨立委都認為是無效票 這張選票不影響選舉結果 整體來說是這個樣子 而且我們看到老柯柯建民呢 直接就在那邊朗讀議事規則 最終是由他來才是 這張選票是無效票 好 那這邊我先直接請教 唯一在做立院老鳥就是亮哥了吧 亮哥我先問 柯建民他真的有權利 可以由他來最終認定 為什麼 因為他最資深嗎 也不是 那個他一定有一個 那個選票的一個 就是說有爭議的小組 那他應該是成員 可能各黨各一 那因為陳昭智比較沒有經驗 這種事情事實上是你第一時間 你就發現你手沾染到了 對 雖然你的投票印象非常清楚 你就應該當場就舉手 他會不會根本不知道還有沾到 事後被大家這樣一看 那坦白講你就是一個辦事不老的人 以後人家就不敢委託你辦重要的事 就是你怎麼會犯這種錯呢 通常我講白了啦 這個手指沾污都是故意的 你怎麼會犯這種錯呢 你是沾到這裡 你知道那個票 那個票是一根原子筆 對啊 就是那個圓戳戳 並不是手指蓋章 你怎麼會沾到這裡呢 可是如果印尼這樣會不會 我也不知道 不可能 我應該只能說機率極低 因為小弟蓋十年票 從來沒有發生過錯誤 這個就是 你怎麼會沒有發現你手沾污 然後選票這樣拉開 因為我跟你講 他們量票的程序是 我不知道民眾黨的要不要程序 如果是有所謂的後面的人跟著看 這樣就是一個程序 事實上還有第二個程序 就是你拿到票軌的時候 你要張開 那張開就會看到有沒有沾污 那民眾黨你是沒有 那驗票林國城不也有問題 他可能沒有那個程序 所以這裡就犯了兩個錯了 第一個就是你自己沒發現 對 或者是你自己發現了 沒有當場舉手 說我這裡張屋 可是我的投票意圖確定 那請大家認可一下 那待會開票的時候 不能說這是廢票 這表示你沒經驗 你沒做這件事 或者是你自己張屋你不知道 那第二輪就是到了票軌那邊 你要拉開給人家看 那監票那個人也沒注意 那你都投下去了 你只要投下去 你就沒有權力了 就是由那個選舉爭議小組來認定 那通常是這樣 那個選舉爭議小組就是 只要有人講話很大聲 大概就成立了 因為對結果沒有影響 對啦 你如果是51比50 那就醜犯了啦 對 因為民眾黨7票或8票 沒差嘛 當然網路已經有笑話了 說白8變白7的 那這樣當然是 這個口語上有商量 不是 而且偏偏是成招之 那大家就會說 你是裡面最綠的 就來臥底的啊 當然會有這種床物 而且還有人在我的網站 就直接講一日立委這樣 當然有人主張要開除 對 動用黨紀吧 當然有 他們的主席已經自己講過了 對啦 他不處理啦 就是 而且他立刻在臉書公開寫道歉聲明 就是 反正他就是 我跟你講 邱章就是這樣被開除了 對 他說他前一天沒睡 對 所以頭昏腦脹 對 所以蓋的時候就沒注意到 被人廢掉 民進黨就開除 就這樣 民進黨他那時候是不分區嘛 所以 所以 沒有啦 這個當然民眾黨要怎麼選擇 處理那是民眾黨的權力啦 那我只是說這個就會 就會 就會 就會突顯說你是一個 可能會吐嘴自己沒注意到的人 那個 民進黨我記得第一次 上一屆第一次報到的時候 賴皮羽也投錯票 是啊 對不對 所以你就是一個不是很牢靠的人 人家就會這樣認定 這個 立法院這種事情 最嚴謹的投票就是人事投票 那還好是民眾黨這個不是關鍵票 如果關鍵票 你大概會被封兩個月 大概是這樣 對 對啊 好 那我先請教采薇 因為民眾黨 陳昭茲第一時間秀出了照片 有沒有 他這邊手這邊沾到印尼 他說鄭州聲明 本席在 票選立法院長的時候 雖然清楚 投給黃珊珊 但因為 投票的比沾有 硬污污染手指以及選票 導致被主席認定被票 僅向民眾黨團和支持者致歉 民眾黨團也發聲明 說陳援陳昭茲在 票選院長時候的選票在投票戳 已明顯概於黃珊珊 為因投票比沾有印尼不勝污染手指 及選票導致遭會議主席個人認為廢票 本黨黨團對主席的判定表示遺憾 那你怎麼看這整個過程 你也認為陳昭茲不是故意的 也不完全說的過去 雖然陳昭茲他是第一次當立委 但是他之前的經歷第一 跟在陳水扁前總統身邊這麼的久 他不是政治小白兔啦 他相信他也知道所謂什麼叫做技術性跑票 他就算沒看過 但是可能也聽過 尤其在我們這兩個禮拜 這兩個禮拜的新聞焦點 尤其是政治新聞焦點 全部都放在立法院龍頭嘛 所以在尤其是這兩天啊 大家所有的新聞都告訴你 什麼叫做技術性跑票 包含一年不小心滑過去啊 包含不小心哪邊有污點啊等等 我想都在這樣的狀況之下 一個新立委應該會更小心 雖然我很不想用陰謀論 去解讀他這個不小心弄髒選票 而導致廢票的行為 但是我很難想像喔 在這兩個禮拜 大家都討論這麼這麼的熱烈 然後都應該要更小心 更謹慎的狀況之下 還會因為這樣子 可以說是低級錯誤 然後讓八票 對真的是低級錯誤耶 讓八票變成七票 我們先都不要講說 被大家說是白七票 對 就是這個都是 你應該都會知道 可能發生的問題 尤其你們的主席 之前話都已經講這麼重了 所以這到底是獻民眾黨於不義 獻黃珊珊於不義 還是獻柯文哲於不義呢 我想陳昭直喔 他不應該只是這樣子 短短幾句的聲明 就這樣草草結束 我覺得他應該要把他自己的態度 說得更清楚 因為不只是他今天是唯一 在好像在民眾黨當中 看起來比較綠的一席立委等等 我覺得這個無關你到底 立場是綠還是藍還是白等等的 為什麼今天民眾黨會推黃珊珊 他們就是希望他們 要保有他們的主體性 雖然大家會覺得 他是技術性禮讓給韓國瑜 但是他願意推黃珊珊出來 就代表民眾黨很在意很堅持 很在乎自己的主體性 所以他們要推一個人出來 告訴大家今天我民眾黨 在這一次的投票 在第一輪 我還是要有我自己的原則 我還是有我自己的態度 我還是要有自己的方向 所以我推黃珊珊出來 結果就一個老鼠屎 然後你把整個焦點都模糊了耶 今天大家有在討論民眾黨的主體性嗎 今天大家有在討論民眾黨 還是願意站在在野黨的一個角色嗎 其實沒有 所以我覺得陳昭子 今天他不應該只是聲明而已 他應該要清清楚楚的表態清楚 因為他今天的這個廢票 不是只有今天的廢票而已 是攸關他接下來的議題 都有可能會被模糊焦點 因為他今天的這個瑕疵 接下來他的議題的態度的方向 很有可能都會被大家質疑 第一點是質疑 第二他更有可能會被灌上 很多很多的陰謀論等等的 那如果今天陳昭子 他要保有他們民眾黨的主體性的話呢 我覺得他應該有必要 也有責任出來講清楚了 原來好的益生菌 真的可以幫助入睡 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益生菌 是國家認證AB克菲爾益生菌 含七種有身分證的專利活菌 能產生GABA 色胺酸等助棉因子 難怪吃了更快入睡 也睡得更好 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益生菌 也是台灣市場上唯一添加 克菲爾益感菌M1的產品 這是由台灣知名的大學技轉 對季節敏感調整體質的朋友 真的是一大福音 還有這隻還添加被稱為 超級食物的羽衣甘藍萃取物 不少研究都指出十字花科蔬菜 有助抗炎及防癌 像是羽衣甘藍含有高量的葉黃素 β胡蘿蔔素 維生素K 維生素C 葉酸等豐富營養素 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益生菌 專利製成 無塑化劑 無重金屬 無人工添加物 無410 項農藥 無香料調味劑 無防腐劑 無色素 七大保證 七大認證 覺得好安心 每日克菲爾時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 快點購下單 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益生菌 好 快點了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